这个老头为啥泡妞这么有经验 有人说他就是个老色鬼 是不是鬼不知道 但他确实设 他就是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菜篮 他潇洒风流一生 竟无一子女 有人说 在金庸泥匡黄瞻蔡兰四人中 蔡兰是最配不上四大才子头衔的 然而蔡兰却是另外三个人最羡慕的对象 金庸说他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 泥匡说他有未尽风度 他这一生怎么痛快怎么活 从来不在乎外界的眼光 如今四大才子已经走了三人 只剩下82岁的他 但他一点也不孤独 因为他已经安排好了后事 变卖了所有资产 住进了酒店 还聘请了七八个人照顾自己 有秘书 印尼的工人 司机以及年轻的女医师 饮食起居甚至按摩都有专人来负责 有人说这要花很多钱吧 确实要不少的钱 但蔡兰对于赚钱 也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你要玩你没有条件你怎么玩 你要赚钱吗 要钱那怎么办 你就去拼命去想怎么样得到钱 这个很容易的 其实多打一份工 你就要够钱 每天不要睡八个小时 你睡七个小时 你一个月就多一天出来 这一天很好用 你就拿这一天去赚钱吧 别看他把赚钱说的这么容易 实际上 他的一生也是在吃个玩乐中 把钱赚到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他说如今他的愿望 就是在生前把自己的钱都花完 那他还剩下多少钱呢 他又到底有何本事 能成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呢 1941年 蔡兰出生于新加坡 祖籍潮州 母亲洪芳平是小学校长 女权分子的先驱 为争取求学 不惜绝食抗议 做事果断 敢作敢为 父亲蔡文选 是一名爱国诗人和作家 跟著名作家玉达夫是好友 跟邵逸夫兄弟也是之交 是邵氏兄弟公司的元老级人物 姐姐蔡亮是新加坡最大学府之一 南洋女中的校长 哥哥蔡丹泽自成副业 成为了一位商人 蔡兰出生后 正逢二战 日本占领了新加坡 很多学校都被毁掉 战后 蔡兰在邵逸夫临时搭建的教室上的 第一课 咱们都是中国人 受父亲影响 她从小就爱看书 也看了不少影片 她的脑子里总有一个天马行空的世界 等待着出口打开 奔涌而出 14岁时 蔡兰就在南洋商贸上 发表了第一篇影评风人院 惊艳了许多读者 此后更加一发不可收拾 但她每次搞费到手 她就迅速到酒吧挥霍一空 呼朋唤友 尽情玩乐 风流潇洒的她博学多彩 在中学时期就教了不少女友 也许是时间出真知 很快她又展现出极高的绘画天赋 跟着老师学过一段时间粉笔画之后 就能用粉笔画出漂亮的女孩子 十几岁的她还会摄影 因此不少女孩们纷纷找上门来请她拍照 不少还成了蔡兰的女朋友 她们无一例外的都是身材高挑 长发飘飘的美女 拍完照 蔡兰还在家里自设暗房 自己冲起照片 注意欣赏 品位也就越来越高了 高中毕业后的蔡兰 怀揣着对绘画的浓厚兴趣 渴望赴法国深造 然而 她的母亲深知她嗜酒如命 担忧法国的酒文化会让她沉沦其中 因此坚决反对 此时下逢日本电影业蓬勃发展之际 蔡兰便提出了去日本留学的想法 母亲心想 日本以米饭为主食 酒文化并不盛行 于是同意了她的请求 1957年 蔡兰踏上了前往日本的求学之路 就读于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课编导系 然而 命运似乎总喜欢捉弄人 日本不仅有美味的米饭 还有诱人的清酒 蔡兰终究没能抵挡住诱惑 成为了一个酒鬼 更让人惊叹的是 年仅16岁的蔡兰竟然凭借自己的才华和机遇 担任了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 这一切源于她与邵逸夫的深厚渊源 蔡兰从小在邵逸夫身边长大 深知她对电影的热爱与追求 当邵氏在日本的经理准备退休时 波兰群片的蔡兰自然成为了最佳人选 16岁的蔡兰就这样肩负起了邵氏公司在日本的重任 负责购买日本电影在香港发行 她凭借敏锐的眼光和独特的见解 成功地将一部分香港电影的拍摄转移到了日本 从而深入到了电影制作的核心领域 一开始她渴望成为导演 但后来发现兼职的工作更加有趣且富有挑战性 1963年 在日本浪荡了6年的蔡兰飞到了香港 在邵氏电影公司总部工作担任兼职 当时正值香港电影高速发展的时代 影片只要拍出来就能赚钱 蔡兰每天都忙得昏天暗地 她的工作就是策划拍什么 找哪个编剧来写 请哪些演员演出 还要解决拍摄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以及保障预算 宣传 发行等事项 她很快就学会了掌控全局 逐渐在业内名声大振 有时不到半个月就能完成一部电影 兼职位高权重 随时可以和那些漂亮的女人 左拥右抱 交流堂食心得 但蔡兰她不会记不择食 而是会认真筛选那些不闹腾的聪明女人 但没完几年 万花丛中的蔡兰竟然突然结了婚 在邵氏和台湾公司合作时 负责的蔡兰遇上了台湾的兼职方穷文 两人日久生情 家长都爱吃会吃 在家长的施压下终于结婚 但这并不影响她继续风流 因为婚姻制度根本就管不住风流的菜篮 她甚至说 两种人的话你绝对不可以听 一种是医生 听了你会很忧闻 另外一种是老婆 听了死路一条 我有很多女朋友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照顾我老婆 因为我结婚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承诺 我的承诺是照顾她一生 她又知道我是一个非常重承诺的一个人 所以我老婆从来没有担心 因此在美女露云的娱乐圈 蔡兰继续寻欢作乐 1970年 43岁的邹文怀 因工资低出走邵氏自创家和 29岁的蔡兰 接过了制片经理的高位 但她却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快乐 蔡兰本质上是个文人 还有点理想 而邵氏走的是商业路线 拍的近是些快餐作品 有一次她大着胆子向邵逸夫提议 我们一年拍40部戏 40部都赚钱 我们拍一部不赚钱的怎么样 谁知邵逸夫反问 既然能拍40部赚钱的电影 为什么要拍39部赚钱 余下的一部不赚呢 这些话让蔡兰心如死灰 资本的残酷让人出目 后来邵氏调整了商业布局 重点转向电视剧的制作 电影在家和的迅猛攻势下逐渐衰落 1977年前后 在邵氏干了20年的蔡兰 递交了辞城 一头钻进了艺术的世界 待访冯康后 丁雄全等名师 赏家画 习书法 学撰课 玩些高端的玩意儿 很多人不理解 这些东西学了又没啥用 媒体批评她玩物丧志 她却一笑置之 见识多一点总是好的 哪里是玩物丧志 是玩物养志 蔡兰还会写些文章 一张纸一支笔 无限自由 近在掌控 无比惬意 比拍赚钱的电影爽多了 不久 蔡兰便在金庸创办的名报上 开设专栏 名为草草不公 然而 这个看似随意的名字下 却是她每日精心雕琢的笔墨 其风格犹如明朝小品文 字句间流露出独特云味 她每日至少修改三次 绝不容许有丝毫马虎 独来令人回味无穷 而一次偶然的遭遇 竟让蔡兰成为了美世界的先行者 某日 其父亲到访香港 蔡兰陪她品尝早茶 却不料遭遇冷遇 长时间无作 服务员态度冷淡 蔡兰心中愤懑难评 回家后挥笔写下痛痴文章 不料此文一经发表 竟引起轩然大波 原本就热爱美食的她 自此与餐厅结下了不解之缘 她便访诗词 品味佳肴 但从不白吃 更不接受红包贿赂 于是写成一篇篇公正客观的文章 得到吃货们热捧 收集起来就是后来的蔡兰 长距十四一百六十件 作为吃货的她 还突发奇想 要做书中提到过的美食 她看了金庸射雕英雄传中 黄荣制作的美食 二十四桥明月夜 红旗公之后 都愿意叫郭靖降龙十八掌 蔡兰觉得 这一定是人间爵位 于是她买来精华火腿和豆腐 虽没有黄荣 有兰花扶雪手的功力 但用电钻一样 在火腿上打好洞 用雪高气 咬出二十四个球形豆腐 放在火腿的洞中精心炮制 金庸吃后赞不绝口 当然 她还验证过金庸笔下的其他美食 说黄荣为红旗公做的其他美食 差强人意 而红楼梦和张爱玲书中的菜 烧出来也都不太好吃 那是香港最好的时代 读者很幸福 金庸写武侠 泥筐写科幻 黄沾写随原物 菜兰则写花鸟鱼虫 美食人间 让读者大饱眼福 因此他们也被称为香港的四大菜子 由于菜兰在美食界的赫赫声明 香港九龙以他的名字 建立了一个菜兰美食方 只有菜兰清点的商家才能够进入这里 菜兰美食方的名气越来越大 在2007年还将分店开到了深圳 2008年 菜兰又主持了一系列的美食节目 诸如菜兰探名菜 菜兰品味等 四年后 他更被舌尖上的中国邀请 担任美食总顾问 宣粉无数被誉为中国第一食神 1989年 泥筐尼商业总会妈妈桑 长拉黄沾 菜兰凑热闹 可惜姑娘们不够给力 长得一般 小话也不会讲 酒也喝得勉强 倒是这三位菜子 妙语莲珠 逗得姑娘们咯咯笑 结账时 一两万就这么没了 感觉真不值 于是 他们想了个新点子 搞了个清谈节目 今夜不设防 喝最好的酒 聊最嗨的天 请最美的人 不仅有电视台的大理知识 还有赞助放松的美酒 各路明星美女都抢得上节目 节目中 张国荣谈出夜 林青霞暴恋情 关之林聊爱情关 真是猛料连连 凭借着百无禁忌的大尺度 该节目轰下了香港70%的超高收视率 连BBC都很震惊 拍出团队前来拍摄专题片 蔡兰再次遭到了许多人的跑哄 说他们三人在电视上大讲混段子 老不正经 蔡兰依旧是眯眼笑着回答 要那么正经干嘛 老了就一定要古板正经吗 我就是老不正经 做这个节目比光业总会好多了 不但有美酒美人 还不用掏钱 美集还能挣五六万 之后蔡兰还拍过风月片 成本低又受欢迎 人称闲是兼职 她虽然贪婉 但她为了不让电影变得面目可憎 总是试图寻找电影本身的乐趣 并把电影当游乐场 自愈于人 1997年 老友何冠去世 盗版泛滥 港片衰落 蔡兰告别电影界 但她闲不住 于是又玩把更大的 她与TVB合作了蔡兰看世界 这次蔡兰又出了新花样 让电视台物色美女 其中就包括李嘉欣 邵美琪 刘淑华 李起红等女神 蔡兰写美人 赏美景 长美食 带着她们全世界 到处尽情去了 再次完整完整 就把钱挣了 2016年 蔡兰作合十三腰 徐志远问蔡兰 你有多少个女朋友 几十个有吧 那蔡兰兰有 如实交代 一点一个不过分吧 那六十一个 总是有的 有了 最少吧 见到高手 徐志远赶紧请教 如何找女朋友 蔡老师语重心长地说 教女朋友要练习啊 不是说马上就教到的 怎么练习呢 丑的照杀 那久了以后 你就传为专家 那漂亮的跟着来了 虽然一生风流潇洒 满事不恭 但蔡兰各方面的成就 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不仅在香港电影史上 留下了粗壮的一笔 还出版了几百本书 文章别具一格 妙趣横生 而书法壮课等方面 也颇有造诣 堪称一流 金庸先生说 蔡兰见识广播 秦奇书画 酒色才气 吃喝嫖赌 文学电影什么都懂 于电影 诗词 书法 金诗 隐诗之道 更可说是第一流的通达 现在香港四大才子 只剩下蔡兰 可82岁的蔡兰 仍然风流潇洒 生龙活虎 还在微博等平台 常与粉丝互动 但在去年老办去世时 蔡兰也在家中摔了胶 她似乎感觉来日不多 就安排好了后事 收藏了几十年的字画 古董也陆续送给了有缘人 其中不乏一些价值不菲的宝物 然后就是变卖其他资产 靠线上一元住街的酒店 请了七八个人来伺候自己 继续着最后的潇洒